我們從五甲地開始進行友善的耕作 那也是以一泉香米為原料 友善達地一度做到有機栽培 那目前有機栽培的部分已經達到白甲的範圍 我們這邊是採用低溫發酵之後 再去做蒸餾的步驟 熟成年份在場區至少都是熟成兩年以上才裝品 口感已經非常的滑順 辛辣感受度也會比較低 比較符合目前國人的瓶飲吸管 這一支酒款的酒精度我們是設定在38度 主體的香氣會是以熱帶水果的風味為主 在大餐建議上中式菜色都可以 是利用稍作的酒感來吸敵菜品帶來的油膩感 那最後以清爽去做一個結尾